美国的底库这次终于露出来了 为啥这么说呢 今天从下午开始看到不少小伙伴的留言 讲讲美国的信用评级降低的失败 因为有这么一条新闻 当时时间8月1日 差不多是我们这里凌晨 国际评级机构会议宣布 美国的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一架 这是其实挺大的 会议大家都知道的 它是全球三家评级机构之一 其余两家是标普目的 从1994年起 会议就开始发布美国信用评级了 差不多30年时间吧 美国一直是AAA 也就是最顶级 这次是它首次下调美国信用等级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 不就是一个评级机构 下调个评级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其实挺大的 讲一件往事 C罗从曼联转会黄马 这是不少老球迷应该还记得 2009年6月11日早上 曼联官网突然发出一则通告 让很多球迷都很震惊 C罗转会 当时在曼联 C罗绝对算心头肉 曼联这绝对是忍痛割爱 当年为啥有这次转会 这得从曼联当时最大的赞助商AIG说起 AIG是美国国际集团的英文简写 它是全球保险业的霸主 牛到什么程度 13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 2007年在全球500强中高距第10名 它还曾经有家子公司 大家可能听过名字 友邦保险 怎么形容它 超级巨无霸 结果在2007至2008年间 因为经营问题 它出现了巨额亏损 眼看要破产 这种企业属于大到不能倒的那种 美国政府就只能拨出大笔钱去救助它 但AIG自己作死 很快就有人发现 在拿到救助款后 他居然立即给高管家奖金 搞得舆论沸腾 更麻烦的是 他经营还是没搞好 这种情况下再去救它 就成政治不正确了 标普 穆迪和惠玉三大评级机构就一起 下调了他的评级 AIG顿时惨了 之前他评级很高啊 所以他找人借钱 人家不但肯借还挺高兴的 现在他在找人借钱 人家就鼻孔朝天了 你评级降低了 得向我们提供担保品 利率也不能像原来一样 得享受最低一档了 简单一句话 就是得加钱 AIG没办法 就只能手头有什么东西 就卖出去变现 断尾求生 C罗为啥转会 当时人们就说 这是背后 AIG是最大推手 这只是公司 国家如果被这种评级机构降级呢 情况也类似 就拿美国来说 你常年被评级机构定为 AAA 也就是最高级别 会怎么样呢 比如说 美国政府要向世界银行 Ionbifla什么的 这一笔钱就会非常方便 基本无条件 不要单保品 拿到的利率也是最后一档的 对外发行债务也差不多是这样 这次降级之后 美国再想向海外市场发债 很多事就没那么方便了 比如说对方会要求美国 你要提供单保品啊 我利率要调上去一点咯 融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看到这里 对汇域降低美国信用等级 谁最着急 大家应该能猜出来了 没错 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这段时间 他正在拼命卖美国国债 美国信用等级降低 这美债还好卖吗 肯定不如之前了 所以消息一出 他立即跳脚大骂 说对汇域下调 对美国评级这事 我强烈不同意 他还用了一连串的词 汇域你下调美国评级这事 干得太武断 太随意 太过实 耶伦还说 汇域的决定并没有改变美国人 投资者和世界各地的人们 已经知道的事实 即美国国债仍然是世界上最安全和流动性最高的资产 而且美国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强劲的 啥感觉呢 耶伦这次似乎真急了 白宫呢 也是跳脚大骂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就说 白宫强烈反对这一决定 他还说 汇域你这是大小眼 之前特朗普在位时 美国经济那么差 你不下调美国信用等级 现在拜登政府实现了什么 最强劲的经济复苏啊 你却下调美国评级 这是什么 对现实的蔑视 怎么说呢 白宫的炮火有点歪 表面上冲着汇域 实际上是奔着特朗普去的 到这里又有人可能要说了 人家是评级机构 降低美国信用等级 这是市场行为 你美国政府除了骂之外 还能对人家怎么样呢 如果这么想 又错了 为啥 事实已经证明 市场行为不市场行为 那是美国人拿来 都外人赌外人嘴的 他才不管这一套 12年前就有机构吃过大苦头 哪家呢 标准普尔 2011年 当时美国总统是奥巴马 共和和民主两党斗的停火爆 也是为了提高国债上限的事 什么政府停摆了 相互威胁了 统统都干出来了 就在这时 标准普尔也跑出来凑热闹了 美国当地时间 2011年8月5日 他宣布 将美国 AAA级 长期主权债务 评级下调 一级至A一家 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 市场顿时被吓傻了 因为这是 1941年标普 开始主权评级以来 美国首次丧失 3A评级 消息一出 美国股市顿时暴跌超过了6% 当时的美国政府傻反应 也和这次差不多 先是财政部长跳出来大骂 当时是盖特纳 他大骂道 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是极其糟糕的评判 其结论完全错误 他还说 标普的计算方法令人震惊的缺乏常识 并且做出了真正错误的结论 然后盖特纳说 我们的经济非常具有弹性 我们是非常强大的国家 我对美国经济的恢复 和美国人民抱有极大信心 盖特纳刚说完又一个人出来了 谁呢 奥巴马 他是美国总统啊 显然不能像盖特纳一样 不顾形象 跑出来大骂 人家得顾着点 奥巴马当时是这么说的 我刚刚获悉 一家信用评级服务机构 下调了美国评级 但是不管我个人还是市场 都仍旧认为 我们的资讯等级 因为AAA 虽说换了时间换了人 当时这些话拿到现在说 也能完全应付过去 但千万别以为 美国政府这样说说就完了 几天之后 美国司法部就对外放话了 在2008年金融海啸前 标准普尔对很多按揭证券 可是做过不恰当的评级啊 我现在正在调查他的分析工作 是不是遭受其他部门干预 怎么说 就是要查标准普尔的水表了 但美国司法部挺逗的 他还此地无银300两的加了一句话 这次调查是早就开始的 和标准普尔降低美国评级 一点关系都没有 时间上如有巧合 纯属雷同 又过了两天 又有消息传出 标准普尔总裁夏尔玛 很快就会离职 花旗银行首席营运官彼得森 将会接替他的职位 然后这位夏尔玛就灰溜溜地走了 这里顺便再说一句 夏尔玛是个印度人 此人能力相当强 他在印度读完大学后 就去美国混 之后入了美国国籍 并且因为做事干练专业贤熟 才被任命为标普总裁 他为啥会调低美国评级 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谜 普遍的猜测是 作为外来户 他可能真相信美国人说的那一套 觉得作为一家评级机构 可以按照某个标准 来进行客观的评级 结果就出事了 顺便再说一下 在业界 标准普尔的江湖地位 可是非常高 按照之前的惯例 他的总裁如果离职 可是到处都要抢的 而且夏尔玛当时才50多岁 正当年富力强 但他明显坏了这个行业的规矩 结果就是 这事发生后 他就像消失一样 毫无音讯了 没有他担任大公司高管的任何消息 夏尔玛走人了 还算一了百了 但对标准普尔 美国政府丝毫没有放过的意思 2013年2月 美国司法部起诉标普 说他为了增加收入 不实地提高评级 因而加剧2008年金融危机 并获得联邦存款担保的银行及信用社 蒙受损失 因此要求标普赔偿50亿美元 一副要把标普搞死的样子 标普公司的老板也怒了 在法庭上臭骂说 这是奥巴马在公报私仇 他还爆料说 就在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第二天 财政部长盖特纳就打电话给他 威胁他说标普要为这件事负责 将来会受到报应的 他还说 给他打电话几分钟前 盖特纳刚为了这件事 和奥巴马谈过话 怎么说 一副要死 大家一起死的态度 这才吓傻了美国政府 这才没对标普下最后的死守 2015年2月 美国联邦政府和标普达成庭外和解 让标普缴纳了十多亿美元罚金 这是财算抹平 到这里 对惠玉这家评级机构 大家时不时的凭空产生出一种同情 是不是既然有标准普尔这个先例在 惠玉的前途 似乎也不大妙啊 如果这么想 那就多虑了 因为这次惠玉降低美国信用评级 要是从表面上看 似乎和2011年那次标普干的是差不多 其实如果细细去探究 会发现差很大 为啥这么说 很多人只知道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是标普 穆迪 惠玉三家 却对他们的专长不是很熟悉 简单这么说吧 穆迪最侧重的是对企业融资行为进行评级 标普侧重对企业进行评级 惠玉侧重对金融机构搞评级 怎么说 对美国国债搞评级 在三大评级机构中 它是最专业的 但这最专业的评级机构这次干的事却那么点不专业 第一个不专业之处是美国信用等级什么时候最危险 显然是今年五月份共和党在众议院就国债上线和拜登他们斗得极其火热的时候 你要搞降级也应该那时候搞 怎么能在三个月之后的八月份才搞呢 第二个不专业之处是它降级的理由 惠玉列了一大堆说美国债务狂飙 经济增长不怎么样 未来财政状况会不断恶化之类的 这些理由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道理 但问题是 这些事情地球人早就都知道了 甚至地球人知道的比惠玉列出的还要更多 就凭着美国现在这国债水平早就不指望它能还本金了 将来它如果还有付利息的能力 全世界就该谢天谢地了 怎么说 惠玉的神经反射弧实在是太长了 另外 惠玉对美国也实在是太好了 大家不妨想想看 当你听说这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国家 它的外债数字还在飙升 本金已经没法还清了 只能勉强还利息 照这程度 将来某一天 它可能连利息都付不起了 你立即想到的 惠是什么国家 肯定是发展中国家像金巴布韦斯里兰卡什么的 惠玉给他们什么级别 给斯里兰卡的是CC 还说它的长期外币IDR是限制性违约级别 如果美元不是世界货币 美国的情况有比斯里兰卡更好吗 没有吗 但人家就长期是AAA最高等级 现在也就调到A一家 还是很牛叉的那种程度 为啥会这样 我们就得了解这三家评级机构的背景了 标普 穆迪是纯血统的美国企业 惠玉虽说有欧洲资本参与 但也一直是美国在控制的 他们和美国的关系 可以用皮脂不存毛浆烟腹来形容 虽说也出过夏尔玛那种愣头青 但那只是小概率事件 从本质上 他们和美国之间是一损俱损 一容俱容 怎么可能莫名其妙的对美国亮刀呢 惠玉高层不傻 更何况标普的遭遇 还泄淋淋的就摆在眼前呢 到这里 有人可能要问既然都这样了 为啥惠玉还会突然出手 对美国来个信用降级 只有一种解释 有些是实在瞒不住了 外界也不相信了 什么是 这段时间美国经济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 它有些和经济相关的数据非常好 好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 但另一些数据却又非常不支持这些数据 怎么形容数据在打架 这方面例子很多 这就举几个 比如说美国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速 美国人最早公布的数字是增长1.1% 之后到了5月26日就变成了1.3% 才过了一个月到了6月29日 又涨了成2%了 几乎凭空暴涨一倍 怎么说 光看这数字会觉得美国经济在欣欣向荣 但其他数字比如说用电量 美国今年上半年的实际用电量和202年同期相比大约降低了3%左右 财政收入也少了10%还多 像进口数字还有集装箱进口数字什么的和去年比也都下降了 这就怪了 美国人这难道是突然间练成什么神仙办法推动GDP增长 连电都不要用了 还有 既然美国经济都涨到2%了 它不管是进口额还是财政收入什么的 都应该是正增长啊 怎么全变富了 还有个件更诡异的是 今年1月时美国能源署就发了个预测 说今年美国用电量会有个回落大约1% 为啥 美国能源署说 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美联储在加息 能源署说这会导致经济回落用电量减少 二是预计今年气候不会像去年那样极端 所以居民用电量也会减少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 今年的天气似乎不比去年好 美国北面的加拿大在起大火 它的农业区干旱现象也很严重 美国农民都在吵吵着 说因为干旱他们生产成本大涨 被抢走了生意 更何况今年气温还比往年高 不少地方在五 六月就很高了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美国的经济可能已经出问题了 但它拼命用数字遮住 不想让外界知道 甚至还想让外界觉得 我现在还是很繁荣 我的日子现在还是很好过 这是怎么来形容 那就是 明明所有人都知道有一层窗户纸 也都知道这层窗户纸一桶就破 但美国人却硬要伪装 硬要摆出一副架势 让所有人觉得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层窗户纸 那么美国为啥要这么干 因为它知道哪怕是装 现在也得装下去 因为装至少还意味着机会 如果装都不装的话 捅破窗户纸之后 所产生的反噬是它根本无力承受的 到这里 对为啥在古怪的时候 汇调汇出这么古怪的一招 就可以来个总结了 老规矩还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 低端黑 其实是高级红 这是怎么来形容 简单来说 就是有个人身上病重得很 基本到绝症的那种程度了 但他却一直对外秀肌肉摆泡说 我们身体好得很 外面人当然不相信 因为你那苍白的脸色 亮亮呛呛走路的姿态 早就露现了 如果这时冲出来一个人 跟大家说 我已经诊断过了 他确实生病了 他得了重感冒 是不是比那种硬说谎 反而更能蒙到一部分人 怎么说呢 像美国这样乱发国债的 还能拿到AE价 已经算很牛叉的了 第二句话是 这件事甚至有可能是 美国财政部和惠玉 联合演出的一场戏 为啥这么说 看这条新闻 在决定降级之前 惠玉居然和美国财政部 举行过会议 而2011年那次事件 美国财政部 可是事先压根 真就不知情 哎 怎么说呢 现在人做事 实在太糙 太没耐心了 第三句话是 这个世界正在急剧的变动中 很多之前你以为是 牢不可破的概念 最后将被证明 只是一层薄薄飞灰 很多你以为 闪闪发光充满神圣的机构 最终证明 只是某种利益结构的一部分 当一切真相都暴露时 帝国也就进入 他最后的末路狂奔期了 我们要学会知道 该相信什么 不该相信什么 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个世界 风高浪急 大家要擅自珍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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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